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早期老街楼上是住家 楼下是做生意的 那么这一带新山老街都是潮州人比较多 我们海南人就是面包店 咖啡店 做厨师 我们店部是从1919年 是由以前我父亲的股东 然后我父亲在1930年左右 才从海南岛过来 由海南青乡亲介绍来 我们面包店参加股份 就是一直做 做到1980多年代 我父亲就个人肚子 个人肚子 然后一直到现在我接手了 那么早期老师说了 青山有像这样的店 有五六间 难道很竞争 我们 我父亲做这行 是 养我们是过日子而已 我们的店铺这个历史车 原本他的老板是新加坡人 然后他来这边做生意 这边就做棉花 床桶的那些床路跟枕筒那些 然后我的大伯和我的祖父 他就来这边工作 然后他们就来这边学东西 学手艺 后来因为马来西亚的政策 就说新加坡人不可以在这边做生意 所以他就回去新加坡 然后我的祖父和我的大伯 就把这个生意把它顶下来 后来我的父亲来这边学手艺 后来就接受了这个生意 到现在 以前 新加坡也做了六十多年 这个海南鸡也做了三十多年 老爷他们做的 家人在那里做 然后那里就做到1997年 就没做了 政府叫他们去建五楼 他们拆了墓就没打算再开 那家人和徒手 他们就回来这边开 在新山当年华侨聚居的历史路街 仍然存在着很多传统手工小店 经历了两三代的全城 留住了新生代 继续发扬光大 很热闹 早期很早期的时候 我小时候 那时候才不到十 几岁到十岁的时候 这条街早上很热闹 到旁晚就很近了 变化很大了 现在旁晚到晚上半夜 那个马来人市场 很多人很热闹 天天都有 所以我们在五点多左右 我们就要收店 我们要走了 他们的人要进来 要摆趟这样 那么现在楼下 做生意楼上也 比较少住在楼上 因为现在我们的花园 越做越多 他们做完生意 就去回去他的花园住家那边 以前这区 比较多一些商家 花园商家 以前日闹是因为其他的花园 其他的地方 他们还没有开发 所以他们全部集中在这里 这边有火车站 然后这边有电影院 然后这边也是有夜市 这边夜市也比较大 也比较集中一点点 然后这边有一些菜市场 过后就是华人 有些是因为赚了一点钱 那些劳备的钱 就在新的花园区那边 买店屋 慢慢这边 变成好像是比较 印度人比较集中在这边 因为这边附近有印度庙 以前这一区 这里有很多住家 还有工厂 店屋就比较少 到处后就发展起来 这里的屋就建了很多店铺 建了店铺 然后慢慢的楼就做出来了 附近又建了一间超级市场 附近有名牌城 还有被机场已经扩大了 我们建设手工是因为 我们用的主要是木棉 是属于天然的纤维 它对身体有好处 然后它透气 厨师跟善日 我们本身有湿气 还有酸痛 你用棉花的话 它会把它写出来 如果是用我们那种新的东西 可能是那种海绵 泡棉 它是以化学的角度来制作出来的 皮肤会变得 没有像以前这么的好 可能干燥 也可能有其他的问题发生 棉花的纤维 它有长短 如果我们用手工的来做的话 我们根据我们的经验 我们把它拉到一定的长度 把它拉得蓬松 它们制作出来 它用得比较长足一点 如果用机器打出来的话 因为它的纤维 它拉得太幼 太过短 所以你看起来很蓬松 很漂亮 可是你用的时候很快点 我们开始一来 就是说 早上六点多 七点就要烧柴了 烧三个半小时 要给这个炉的日气要300度以上 就是到400度 那么我们一烧柴了 就配合打粉 打粉 像现在里面开了 要等它发 发了差不多到十点半左右 我们要进炉 等一下洗炉 你们就看得到 因为用柴烧的面包 来烘的面包 有一种香味 柴香味 所以我跟我儿子就坚持说 好 虽然辛苦 很热 但是因为顾客吃了 很好吃很好吃 我们开心了 所以我们坚持这么做 我们是河南人 以前新加坡的河南鸡 我们做的方法 跟一样在这里 搬到这里做个鸡一样 之后做个鸡 洗关键了 就放到水里灑 放点盐水 灑多个鸡 灑差不多有七个字 拿下来 过冷水 过冷水 熟开了就可以了 尤其这个鸡 如果在新加坡找的菜了 找的菜就没有得好做了 那么新餐还好 他还有给我们一个牌 证明是传统 就是说有历史价值的 我儿子继续会继承 这个面包店的事业 因为我的子儿 就是说今天星期五 刚好贾琪跟明天 他两天都会过来帮忙 创业容易 守业难 到了我第三代的时候 我的大姑 我的叔叔都不做 就给我爸爸 我爸爸坚持下去 也不忍心 让那些老人家 他们做得这么辛苦 所以我就留下来这里做 他们以后希望他们 能够再发扬官大 一夜做一夜 一夜不同的东西出来 就好像我父亲做的 我跟他改割掉了 以前他做的东西我完全没有 我只是利用这个炉的日气 来变化 因为这个传统的东西 没有人教他们语气 是很难学得到的 我是跟我大哥学的 外人来学 我们是没有教给人家的 我们是教自己的子弟 自己孩子 当时没有人帮我的父亲 打理这个生意 我就过来给他打理 这个手艺我可以继续地传承下去 并让他失传 然后一打理就打理 十九年 二十年 到现在 我的儿子有读书 时放学 都要回来这儿学 现在大开就斩鸡 让他斩鸡 排排都是交给他的 因为妈妈的年龄 也是接近到六十岁 也开始想要退休了 所以我就想要接受 就传承下去了 我希望我儿子将生意继续下去 家族生意继续下去 传统手艺得以传承 足以反映出新山 有足够的市场发展 虽然数据显示 每天有近十五万人到新加坡工作 但发展中的新山 都同样吸引了 对岸人前来寻找新的机遇 来自中国重庆 我是2006年到新加坡 在那边国立大学读大学的本科 然后本科毕业后 2011年我开始 我在新加坡政府工作 然后去年八月 我从新加坡政府 转到了这边 在新山这边来工作 很多人都是在新山居住 然后去新加坡工作 然后我反而是 一个相反的方向 我是在新加坡居住 然后跑到新山来工作 其实新加坡政府工作 是一个 对很多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工作 因为也相对来说 比较稳定 而且收入各方面 待遇各方面都是不错的 也是因为非常的稳定 所以就感觉 能一眼望到头 就感觉职业发展 就是按部就班的 那我觉得趁年轻 我希望出来 能有更多的一个见识 然后我也看到 就是新山这些年来 它的发展也是非常的快 我也看到有很多的 发展的机遇 所以当时也是 经过了一番慎重的考量后 然后决定到这边来工作 新山最大的优势 我觉得有两个 一个是它紧离新加坡 所以有非常得天足厚的 一个地理优势 就是我们知道 新加坡的 有非常优质的资源 那很多大公司 很多国际企业 以及优秀的人才 都会往新加坡去发展 那新加坡现在也是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它会淘汰一些 相对来说 没有这么高薪的一些产业 那这些产业 对于很多其他国家来说 还是非常宝贵的 那新山有 是紧离新加坡 它就能很好地 承接这些溢出资源 从新加坡溢出的资源 到这里来 所以近些年来 也是有很多 国际的企业 以及人才 到新山这边来发展 另外一个优势 就是马来西亚政府 对新山的大力支持 就是十二三年前 马来西亚政府 就成立了 这样一个 伊斯坦达经济特区 就像中国的 深圳的经济发展特区一样 他们是有这样的 一个资源侵血 来大力发展 柔佛新山这个地方 我觉得新山跟新加坡 比当然 它的资源更多 就自然资源 各方面的更多 然后它的生活的压力 没这么大 因为在新加坡 我们知道它的消费水平 各方面都是挺高的 所以大家每天都非常的忙碌 然后非常的就是为了那个生活 再奔波 那在新山这边的话 生活会更惬意一些 节奏会慢一些 那可能生活质量也会高一些 在12年 12至13年前 我们马来西亚在南部这里 有一个首相署推动的计划 叫做伊斯坦达 马来西亚的一个 经济发展 计划主要是要推动 新山的人口 还有经济的一个高速成长 他们的目的是在 2025年的时候 让我们柔佛州 新山的人口 达到300万 然后在经济上面 有一个质的腾飞 然后目前整个计划 已经是正在开跑 在这里的这个计划里面 已经吸引了超过300亿的 这个外来的这个投资 在这个伊斯坦达特区里面的话 我们有一个区块 叫做Zone B 叫Medini Medini这个地方呢 我们有非常多的政策 来吸引外资 它最主要一开始创立的目的 就是把这里变成未来的 这个CBD area 伊斯坦达经济特区 近年进入高速发展 预计今年马来西亚经济成长率 达5.5-6% 对于本地的生生代来说 同样是提供了一个创业良机 我在五年前开设了一家公司 在马来西亚南部 协助年轻人创业 其实在马来西亚这里 有非常多的这些政府 提供的这些协助 来帮助年轻人创业 然后它分成就是从中央政府 州政府 还有是地方政府 这里的一些补贴和帮助 其中包括这些外来人才的这些引入 然后创投基金的设立 甚至是投资 还有一些所谓的津贴 来帮助这些年轻人创业 然后在大学毕业以后 就开始做了这个工资人员 那之后就进行了创业 我选择奶茶是因为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有从事过奶茶行业 那在当时也是跟朋友一起联合创业的 所以大概是一年前吧 是这个茶饮行业刚新起的时候 在整个市场上 所以我们进场的时候 当时还没有很多 而在那个时候 从之前的大概有十几家品牌吧 到现在为止有大概五十家了 在这么多的市场当中 我们看到了机会 我们就对这个奶茶行业有了信心 所以我第一次创业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了 那时是二十岁 创业我们是做那个年货 我们华人新年的时候 我们会有摆档口这样子 那一次创业中 就接触到了这一个我们现在的这个产品 鲜蛋鱼皮 就开始了我们这一个生意 为什么会创业 其实就是从小我的家人 就是都是灌输我们 都是灌输我们要创业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其实自己这方面的话 也是就很想创业 因为想要有一个 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 就不会说我努力努力 过后都是老板的 还是我有我的想法 但是我也发挥不到 就是都是会被公司绑着 被老板限制着这样子 那我是在八年多前 成立的这间咖啡馆 其实我大学开始就学习咖啡 在马来西亚其实在八九年前 如果你要喝到一杯好的咖啡 其实是蛮困难的 我的想法是 我可以就是客人给我钱 去买好的机器 买好的豆子 终于满足我对咖啡的 这样子的一个好味道的欲望 随着由佛州成为马来西亚 第三大人口囚密的州属 人口已经达到三百七十万 华人占了三成 而劳动人口也都达到一百六十七万 提供了一个庞大的零售消费市场 同时也令到一帮创业者 找到市场的缺口 我一开始创业的时候 是因为就真的想说是为自己做一点事情 然后之前是在海外留学 然后在新加坡工作 之后想要回来马来西亚 觉得在这里是比较能够达到一个 长期的一个发展 然后因为这个特区的这个发展关系 这个经济是在高速的发展 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 因为我是从台湾毕业回来 在台湾咖啡馆非常的盛行 我会想说如果我开一间 跟台湾很像的一间咖啡馆 这个风潮吹起来的时候 两三年后就是会有类似的咖啡馆 就会出现 那我对我说我的咖啡馆的特色的 特色度就不够 因为刚好我父亲也有种咖啡 那我们这个咖啡就是奈比瑞卡咖啡 那我就在想说这个豆子 在我们马来西亚已经150年的历史 它存在 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 人家都说奈比瑞卡这个豆子不好 那不好在哪里 后来我去了解以后我发现到 其实是因为从来没有人把它做好过 所以我就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立场 去把这个传统咖啡 旅游团可以让学生还有业者 去到我们的咖啡园 看整个咖啡生产过程 包括去了解咖啡树 咖啡的处理 咖啡在晒干的过程 让他们能够感受到 不同层次的精品化 奈比瑞卡咖啡 会接触到这个咸淡鱼皮 也是因为这个生意 因为我们去到我们供应商那边 他就给我们看一罐东西 我们就看 好像蛇皮又不是 他就跟我们说是咸淡鱼皮 那时我们也不懂 什么是咸淡鱼皮 我们就跟他拿了一点点来试卖一下 那你知道一放上去 一下子就卖光了 我们就觉得很好奇 这到底是什么产品 然后我们就再给他补货 在补货的时候 我们又再卖 很快也是很快就卖完了 所以其实那时我们就看到这个商机 就觉得 这个产品那么好卖 那么多人喜欢 但是在马来西亚 没有人把它做成长期 没有人把它做成包装 就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可以吃到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想法 把它做成包装 让它变成一种长期的零食 可以在整个市场上面买得到 那样子 当然我们也做了一些功课 就是在这个茶饮行业 他经历了四个时代的变迁 来到了这个所谓的第四个时代 那第一个时代就是我们在夜市 可以买得到奶茶的时候 第二个时代就进入了店面 就是咖啡的那个感觉 那来到了第三个时代 各个品牌就开始出来了 开始有人在做真正品牌这件事情 那来到了第四个时代 就是开始有台湾的大品牌进来了 那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在产品上 我们保留传统 但是我们创造新的玩意 别人在卖可能珍珠奶茶 那我们是主打小豆丸奶茶 小豆丸的意思是比市场都小的这个珍珠 所以当每个人喝到的时候 为什么市场在烹黑糖 烹其他饮料的产品的时候 我们不跟 我们反而走别的路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产品定位 跟品牌定位的时候 所注重跟着重的事情 我们一开始生产 在一个小小的店面生产 所以那时我们就是自己生产 没有工人的 我们几个股东 就是对好像煮东西 完全是没有经验 我们只会煮那一个快熟面罢了 所以当然过程中 也是有一只失败 就一直尝试 然后我们做好了 要等包装了 等包装的时候 我们那个货就坏掉了 又全部要丢掉 要再做 所以当时对我们来说 那一个货的价值 对我们来说 就已经是很珍贵了 新时代的年轻人 他们喜欢尝鲜 那所谓的风潮 所谓的趋势 那经过了一年半的时候 来到现在 已经进入是一个实力战的时候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会看到许多的 也没有想法 就是跟着开的这种情况 他们会开始逐渐走向衰退区 在衰退期的时候 度过了 留下来的牌子 就是真正的品牌了 然后在整个过程里面 当然 因为赖比瑞卡的都非常大客 所以我们在做处理的时候 就会碰到很大的问题 因为它的世界产量少过1% 所以基本上是没有 机器厂愿意去做这个处理的 专门为赖比瑞卡做这个处理的机器 所以我们买回来的那些机器 我们都必须经过改装 才能够用 我们一般 阿拉比卡 Globerstar 这两个品种 它的产量 就是从咖啡果变成咖啡的生豆 它可以拿到20%到25% 而赖比瑞卡 可以拿到7% 是非常少的 所以我们的成本都贵了三倍 新山市 一个最接近新加坡的沿海城市 也是马来西亚的南大门 经济重镇 为本土创业者打开了影响世界的大门 我自己的宗旨就是年轻人要帮助年轻人成功 这是我们一向以来出发的 我自己本身也是来自一个普通的家庭 在面试的时候我们英雄不问出生地 所以我们就会跟他们聊 其实你们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但是我们主要是看你的热忱在哪里 你的心 你的梦想在哪里 未来方向的话 其实我们公司想要更多元化我们的产品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只是 咸蛋和鱼皮 或者是麻辣鱼皮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方向 都是会尽量把我们的产品多元化 然后走向国际 把我们这里马来西亚的味道带去全世界 喝精品咖啡 大家认的是味道 首先先认味道才认钱 所以我们也必须 就是必须要把这个味道做好 那我们才能够出去 那我敢说 我是全马第一家做 Liberica精品咖啡的 再大胆一点 可能全世界只有我们 有什么东西 那你不小心 是尽量的 这一种我来的 这一种我来的 炼的 这一种我来的